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18次查考路加福音 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天气吧 这个天气可以值得谈一谈 你看海在那边 海在山的另外一边 海边的云雾就被吹过山头 现在正向这边跑过来 所以待会可能 现在还有一点空间 但是待会这空间可能 就会被云雾所遮盖 那我眼前面那边呢 就是日出 看看日出能不能缓和这个 这个雾气 要不然待会我们就在大雾中 为各位讲解路加福音 那么 我们上次是讲到哪边呢 我们上次还在讲 耶稣基督 他在一次主要的讲道 很多人来 从北京 从加利利来 从南京来 从耶路撒冷来 很多人要拥挤 听耶稣基督讲道 那么我想一样 我们在讲解之前 我们还是把经文给大家读一遍 我们这次的经文呢 就从六章的三十一节 一直读到四十九节 就是说第六章的结束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经文打在荧幕上 由我来为大家来念 请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仇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仇谢呢 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 有什么可仇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要如数收回 你们若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待那妄恩的和作恶的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三十七节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饶恕人 就必蒙饶恕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生斗 连摇待岸 上奸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三九节 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 瞎子岂能领瞎子 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凡学成了 不过和先生一样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伪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四十三节 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 也没有坏树结毫果子 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 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 也不是从吉里里摘葡萄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四十六节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猪啊猪啊 却不尊我的话行呢 凡到我这里来 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我要告诉你们 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的挖地 阿根基安在磐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 水冲那房子 房子种子 总不能动摇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唯有轻贱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水一冲 水急倒塌了 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阿们 哈耶路亚 感谢赞美主 我们上次就是讲到 耶稣基督讲了一些 真的这个是天上来的道理 只有天上才能听到的道理 比如说他讲说 我们要爱人 但是我们不是只要爱人 只是爱那爱我们的人 比如说我们的亲戚朋友 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的人 这样子 因为他们爱我们 所以我们也爱他 这个道理是非常的 这个怎么讲呢 跟地上的不一样 我们很难去爱一个 我们不认识的人 我讲一个小故事来讲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奇妙 好不好 那就是有一个年轻小伙子 有一次他到他女朋友家去 他到他女朋友家做客 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做客 他就非常紧张 然后他就去到他女朋友家的楼下等 因为他女朋友还没回来 然后他就是下了这个公共汽车 就在路边等待 然后呢 他等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老夫人 拿了这个大包小包的买了菜 好像刚从菜市上回来 结果呢 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 不小心 一下子 然后就把他的这个 买的东西 就跑出来 那蔬菜好像掉地上 可是他买了很多橘子 橘子我们知道是圆的 圆的就开始滚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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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就滚到她的脚下 然后那个妇人就 还好没有跌很痛 也没有真的受伤 他就慢慢的捡起 直接一个一个捡 然后那个小伙子呢 你知道他就 看到妇人跌倒 没有上去帮忙 也没有帮忙捡东西 有橘子滚到脚前面 他就这样 把那橘子给他踢回去 很轻蔑的踢回去 然后那个妇人也没有讲什么 他就上楼去了 就拿了东西就上去了 哇 各位大家没有看到 我们现在看一下 雾整个已经跑过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 你看刚刚几分钟前拍的山头 还记得吗 我们刚刚在那边拍 这个雾就 也是一大片 就慢过来就好了 好 好我们 反正这个照相机可以随时的照 我就在各处 各位奖金 我带了无限麦 又日出了 太美了 这个景色 我们还是绕回去 然后这个小伙子呢 就这样把他橘子给踢回去 老夫人橘子踢回去 然后那个老夫人也没有说什么 他看看小伙子 他就上楼去了 他住在公寓是这种一个地方 然后呢 他就继续等等等等 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他女朋友来了 然后女朋友来就带她进了那个她的那个房子 然后呢 非常不好意思的 原来 刚才这个老夫人就是他女朋友的妈妈 你看天底下有没有这么巧的事啊 通常人家上女朋友家总好表现表现 但是呢 她却轻蔑了踢了那个老夫人的橘子 这件事是非常有趣 可见我们呢 每一个人我们的感情可靠吗 我们的对于人的爱心可靠吗 我们如果说我们是爱那些我们爱的人 我们只爱我们爱的人 那会有什么情况 就是碰到像那种尴尬的事情 哇 这景色实在太壮观了 我们休息 停一下 我们看看这边的景色 日出了 日出了 看得到日出吗 这边 这边 看到日出 就在日出当中 所以啊 这里耶稣基督告诉大家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是善待 善待你们的 有什么可以仇谢呢 没有什么可以仇谢 罪人也这样做 你们若是借给人 还指望收回的话 有什么可以仇谢的呢 罪人也是这样做 那就根本就没有差别 因为这样的人不是在不和天国里面的特质不符合 为什么 为什么主这样说 其实你们想想看啊 我们如果在常常是我们的想像 我们的想法被限制 我们认为说 人有 我们 你们 他们 跟你不和的人 就是 就不是你的人 是外头的人 外人 跟你自己里面的人 就是家人 最亲密的妻子就叫内人 对不对 看到没有太阳出来了 哇 可是在天国里面呢 却不是这样 天国里面 我们人都是一体的 在主里面都是一体的 如果说我们 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 只跟我们亲近的人亲近 那这样的话 你怎么能 在天国里面 你怎么能做这些事情呢 你就跟天国的原则不符合了嘛 景象实在太壮观了 所以主讲的道 对于地上人来讲 是非常新鲜 因为 我们不能明了这种事情 我们总觉得说人 那 那也不见得就是 都是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 我们人有亲疏远近的关系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这套 我们的亲戚 我们就常常有的时候 可以常常为自己的亲属 开些后门 开些方便 但是对外人 我们就不这样做 我们知道 尤其像中国各省 还有这种 因为同乡 老乡老乡 帮帮忙 老乡老乡帮忙 如果你碰到个外省 就不会这样 这是真的 像我们在旧金山湾区 对不对 我们华人已经不多了 华人可能 也不 说不多 说不多其实也不少了 我觉得在湾区 我们华人 华人跟印度人 可能占掉人口总结构 45%以上 华人大概至少占25% 或者20 至少有20到25% 印度人也是20-30% 已经不多了 那么华人超市 华人超市 我知道有个地方 是有那个烧辣店 烧辣店 然后呢 你知道 我老婆是台山人 台山人就是她很厉害 她语言天分很高 她会讲台山话 她会讲广东话 那我呢 我就基本上 我妈妈是广东人 我可以听广东话 我不能讲 因为太久没有练习 讲不好 然后我可以讲国语 对不对 那我们大家都讲国语 都没问题 那有的时候呢 我就去买烧辣 你知道吗 烧辣 然后我有一天就是 她去买别的东西 叫我去排队买烧辣 我就去排队了 排队轮到我了 我就说我要这个这个 就跟她讲 然后呢 正在那个老板正在挑的时候 老婆就赶快过来 然后她就开始用台湾 台山话 不是台湾话 我可以讲台湾话 她讲台山话 跟那个老板讲 老板就 因为台山话跟广东话不一样 我听不太懂 然后她把她 她选了几块肉 都放回去了 又挑了几块 回来 然后就开始切 切完了 就装狗就卖给我们 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呢 我老婆就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刚才你去挑的时候啊 她看见你是讲国语的 她就挑那些最不好的先卖给你 然后呢 我去跟她用台山话来讲 她就把这个最好的挑回来 把这个最好的肉卖给 她同样都是卖 她卖给这个人 卖给那个人 其实大家排队 通通都是中国人 对不对 有的讲国语 有的讲广东话 有的讲台山话 那个切肉的老师傅 是讲台山话的 她也讲 当然大家都讲广东话 那是一个广东人烧辣店 所以你看 就有这种亲疏远近的关系 分得清楚的不得了 你是亲人 你是这个同乡人 好说 你是讲国语的 她不喜欢你 就有这种事情 她就 那个肉都是一块肉 但是其实真的 肉里面有好的 有不好的部分 她就把挑好的 或是卖 挑不好的先卖掉 或怎么样 就是这样 所以人啊 常常是这样 不要说是 你爱那爱你的人 或者说爱那对待你 不爱你的人 是不同的那个情况 可是呢 我们知道 我们如果是这样子 作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是这样分亲疏远近的话 你可能就真正的得罪了 你的自己的弟兄姐妹 你都不知道 真的 因为我们在地上 我们以说 我们的籍贯 我们的肤色 我们的这个 哪里是你住的地方 老乡啊 不老乡啊 我是打一所大学毕业的啊 你是哪有 用这种来分的话呢 也许你在到了天上 有一些人跟你同一所大学毕业 是你学长学弟 但是他不见得到 跟你在天上是同乡 有一些人跟你不是同一所大学毕业 也不是你的学长和学弟 也不是你的老乡 他讲的语言可能还跟你不一样 可是他现在不是 可是将来在天上是你的老乡 我们在天上是同乡 那如果说我们对了那些人 我们对这个亲疏远近 我们以肉眼所见来分的话 我们可能很容易的得罪了 我们将来的弟兄姐妹 当然不是说真的得罪 但是说 我们就跟那些弟兄姐妹 在这个地方不合 到天上去 看见会很不好意思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主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不能这样 因为你们没有办法分 你们凡事能到天国 我们能够在天国的 就算不能到天国的好了 在地上 我们不是都是神的儿女吗 都是神所创造的 最起码可以这样讲 都是神所创造 我们礼当彼此帮助 你怎么知道他能不能进去呢 不知道 神的检选没有人知道 是不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 真的 我们的爱 是不是可以不要那么自私 因为看你的出生 看你的远近 不是我家里的人 我就不爱他 有些我们现在就报纸上 或是说电视上讲 别人的孩子死不完 真的是别人的孩子死不完吗 真的是这样 我真的太那个了 我们真的人太没有爱心了 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下了一个命令 叫什么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彼此相爱 主就这样爱这些人 尤其当时对门徒讲 主就这样爱这些门徒 他也爱很多很多人 外头有生病的 有什么的 甚至有不对付的人 有法利赛人或是文士 他们如果生病来找耶稣基督来看病 那耶稣基督会不会看他们呢 我想是会的 主在地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敌人 没有敌人 罗马人来看给他看病呢 我想也会 也会医治 甚至他把这个 来抓捕他的人 那天晚上来抓捕 犹大带的这些大祭司的这些兵丁 来抓捕他的时候 不是彼得拿刀削掉他的仆人玛利古的一个耳朵吗 耶稣基督当场治好了他 那个是来抓捕的人 罗马兵丁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 就因为他们不知道就可以得赦免嘛 主就是这样的爱人 真的是感谢赞美主 现在突然之间风也停了 好像日出了以后 诶这个风就真正的很奇怪就停了 要不然我们录音 我不知道录在里面会不会有很多杂音啊 所以说你看 主说啊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父慈悲一样 我们的父是慈悲的 我们的神是什么 养活麻雀者 神指望养活这个 他所创造所有的人 可是有一些人 却在这边作恶 对别人不好或者害别人 把人家东西抢夺过来 食物 大家都需要食物才能活 你把人家食物抢夺过来 他怎么活 你把人家的亲女抢夺过来 他又怎么过 是不是 你就知道 所以说 他说 耶稣基督说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如果我们不知道 有来世全人这些事情的话 那我们在地上做了很多事情 那就做了 对不对 因为 我们不知道来世会怎么 我们没有来世的话 如果我们都没有来世 那就是今生 今生利益是最大的考量 对不对 我管你什么 我父慈悲 我管你的父的指望是怎么样 这个人也是父所拣选的人 可是我把他抢夺了 那又怎么样 因为没有来世啊 可是如果你有来世的指望的话 你有来世的话 你就不能这样想 你就不能想说 我就抢夺了他又怎么样 这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慈悲 我们将来都要在基督里 是不是 那如果你在基督里 基督是慈悲的 你却不是慈悲的 那你等于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你到了基督里 会不会引起排斥 我们知道人都会排斥 你随便把一个东西 别人的这个 这个 器官或什么 放到你的里面的话 这个叫做 医学上是器官移植 虽然血型相同 好像很多的匹配 可是这种移植的话 很多地方会产生排斥的 所以医学上 比如说骨髓移植 他的排斥的那个选择 就很要 要求就很高 他必须要这个 直系清楚间配型配型 这个配那个配 就是make sure 你不会产生很大的排斥作用 否则你找一个 比如说只有血型相同 你就移植了骨髓的话 那排斥作用就不得了了 就非常大了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说我们以后将来要在耶稣里 我们要在耶稣里 我们如果我们的想法 我们不能慈悲 我们对人很恶毒 我们常常有猜忌 我们有暴力倾向 我们有这个有那个 那我们进到耶稣里 我们会不会跟其他到耶稣里的人 或是说在基督 基督耶稣本身 会不会产生排斥作用啊 所以不会就是不能进去 就不能成为耶稣的身体 你不能成为基督耶稣的身体的话 就那怎么办 这表示你们还有永生的指望吗 虽然说我常常讲说 真的你要相信这件事情 你不要以为 你只是在教会里 听了道受了喜 也去教会做过奉献 你就保证进天堂 保证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 不是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一生一世人到死 都是这个很恶毒 然后不能原谅人 然后又对人又很凶暴 那你说你怎么进入基督里啊 我们的父 耶稣基督都是慈悲的 都是好的 都是美善的 那如果说你的恶 怎么进入耶稣基督里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上次没有讲的部分 但是其实很多经文 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讲出好几重意义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补偿 补加项 然后我们再补一下 在上次也没讲 他说 主说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罪 就不被定罪 对不对 上次我讲这是judge 你会这样想的时候 你们若是论断人 就会被论断 你们定人家罪 就会被定罪 他的反观意识可以这样讲 所以如果你反观意识 告诉你的时候 诶 你就知道原来还有一个定罪的 你会常常觉得我是定罪的 我是做官的 有些做法官的觉得说 我就可以 是不是 我是定罪的 我是政府的 选了当什么官员 他就很得意 我有权利 我可以定人家罪 可是真的可以定人罪吗 他其实只能在地上 这个暂时的时候 有一些这些权利而已 可是你知道 像这样的人 我们还有一个真正能定罪的 真正能论断人 所以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 有一段经文 我看在哪里 我有没有抄起来 他说你就不是这个 没有写这个章节 因为他有他的主人 我们能论断人吗 不行 因为你不是他的主人 他自己有他的主人 他的主人是谁啊 也许地上有主人 天上还有一个主呢 我们共同 你要论断 你跟你要论断对象 我们共同 都在天上有一个主 那我凭什么去论断他人 我们不能论断他人 对不对 你又不是他主人 他也不是你主人 那你为什么论断他 其实我们两个都有 天上有共同一个主人 那我们在底下 这样彼此论断的时候 天上主人看的不是很好笑吗 应该是你们两个的事情 我才能判断啊 你们两个在互相讲什么呢 尤其是定人罪的 定人罪的话更是 我们怎么能定人罪呢 我们不过平等而已啊 那政府可不可以定人罪 这个地方有一个例外 为什么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十三章讲 在上执政掌权者 是神的用人 是神给他权柄的 所以法官为什么可以定罪呢 因为法官有一个国家给他的权柄 而且国家的权柄哪来的 应该说是照保罗讲法 就是神所给予的 不管谁是在上掌权者 他的权柄一定都从神来的 要不然他不会存在这个世界上 这样的政权不会存在这个世界上 即使你说北韩的这个金正日很坏很坏 那他是吗 他枪决人说好 那不把人当人一样 把他当什么比狗还不辱将 非常非常的残忍 可是神用他有一个特殊的目的 神就这个你就不要讲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独裁者 钢国的独裁者啦 北韩的独裁者啦 很坏 希特勒啊 神也有一段时间特别用他 用他做一些很奇妙的事 我们不可以讲 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可以论断的 神的作物我们不敢批评 但是呢 神在那段时间用他 他用他 所以付给他一个整体的权柄 让他做各种的事 所以神的权柄是带下来 国家的权柄 法官这些法官可以 稍微在这些某些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 来定人家罪 那法官如果说不是在法律上 不是在这个审判庭里 他能定人罪吗 只是因为他法官 他回家以后 太太做的东西不高兴 太太做的饭菜不合他的胃口 他不高兴 他能不能审判他太太 不行 他老婆审判他 他老婆说 每个月 时间到了不早点下班回来 你又跟同事去干什么去了 结果老婆审判他 所以啊 你知道吧 我们就是 我们会做这样的事 其实很可笑的 如果你真的明白天上的道理 如果你真的明白来世的权能 如果你真的明白神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掌权 我们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了 对不对 我们会做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啊 神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 你怎么样对人 别人就怎么样对你 那是你应得的 这个叫公义 上次我们讲过了 你们要饶恕人 所以你们必得饶恕 你们要给人就有人给你们 好 那真的 你要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就知道 有的时候 我们不是永远一帆丰盛的 我跟你讲 我们看 我在教会里看过一些这个 可以说是一些不幸的家庭的案例 不幸的家庭 比如说他 本来家庭幸福美满 收入小康 对不对 还有房子 还有什么 都有 可是呢 丈夫突然患病去世 去世这个收入一下没有 不讲 还要欠医院很多医药费 对不对 这当然医药费 因为他变成身份 变得很穷苦 可以跟医院在你狗血 再讨论一下 可是真的他的家境 就一下子差很多 然后我们教会有时候 会举办奉献 一些爱心的奉献 可是爱心的奉献呢 往往呢 你知道 其实我相信神会有给很多弟兄姐妹感动 可是弟兄姐妹在感动以后 比如说我感动我决定一千块 我真正呢 我想说我应该要决定一千块 可是我真正到了教会 我拿出来的时候 结果只变一百块 这个是死亿奉献吗 这不是死亿奉献 这个就是说你打折 你对神的旨意打折 那打折以后 这个奉献收下来就不多 不多 给这个家庭的帮助也不大 对不对 那这个家庭是不是很可怜 可是我们要知道 如果你去查这个家庭 以前在这种其他事情上的奉献 他也是打折的 所以他打折给人家 那真的 在这种事 当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 人家打折给他 这个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 对不对 也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公平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 人虽然可怜 人真的是有的时候很可怜 可是可怜跟这个神的公义 你真的放在神的公义前面 就是这样的 38节讲说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那同样的事情 你们以前不给人 那这种事 当你需要的时候 人家就会给你吗 对不对 你说神是公平公义的 神真的是公平公义的 话都告诉我们了 因为你没有给人嘛 但这话我不能讲出去 但是真的你仔细想想看 在心里回回未看 是不是就是这样 你们饶恕人 别人就饶恕你们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下次啊 真的下次有机会 再有这种爱心奉献的话 当然我不是希望 有很多这种机会啊 这机会说起来也不太好 但如果你碰上这种爱心奉献的话 你要想到这句话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我们不是说 我们贪图人家给我们什么 但是实际上 在我们应该给的 我们应该用爱心的时候 我们有爱心给出去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有一天 或许有一天 你也需要别人的爱心呢 那你今天不给的时候 别人会给你吗 好 所以耶稣基督是讲的 瞎子岂能领瞎子呢 因为我们是不是 我们在地上 我们真的是不明白这些事情 不讲出来 不好好的思想 我们都想不透 我们常常教会有人讲说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然后这个也没有想透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在举行爱心奉献的时候 就为了批评弟兄姐妹 好像真的没有爱心 一看到那个树木真的说 我们实在说不出 弟兄姐妹都有爱心 可是再回头想想看 以前这个需要的人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也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成了一个这样的循环了 恶性的循环 弟兄姐妹好像教会里 弟兄姐妹通通都没有爱心 这个没有爱心 然后大家每次都是这样 我们给的时候 可是呢 我知道有一些 有一些教会 他们也许处在的地方也很贫穷 可是真的这个大家都很亲密 然后呢 如果真的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 别的弟兄姐妹会就是比较慷慨 反而是像我们这个富庶地区 就是矽谷这里 大家好像都很富属 大家都有 但是大家也有房贷车贷 这个我了解 可是呢 如果当弟兄姐妹 真正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也是否可以表现出一些慷慨来呢 好 那 那我们今天我们讲一下诗子一节 为什么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凉目呢 你不见自己眼中的凉目 你只能对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这些事情凉目跟刺 我们在教会里有刺 其实蛮常讲的 什么是凉目 什么是刺啊 就是说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缺失 眼中有刺 那就刺就是我的缺失 可是我们这样看来看去 就很少发现了 就是好像有个盲点一样 我们会有错 我们会有犯错 那有些人呢 会很喜欢去指出别人的错 好 那这种时候 我们这种经文就可以拿 用在这个人身上 因为他喜欢指出别人的错 他自己有没有错呢 他有错 他有错 可是他却没有人向他指出他的错 他善于指出别人错 却不善于指出自己的错 我们常常是这样 所以耶稣基督说 就是这个你眼中的刺跟凉目 是不是 真的是这样 实际上也就是在 我们实际上教会中也常常看见这种情况 那我们常说这样的行为就是不好的 老是批评论断人家真的是不好 这个特别是放在前批评论断下面一起讲 你不要论断别人 所以 但是我们能不能做这种事情呢 其实我跟你讲 我很早以前 因为我们在传道人对不对 我们会 有的时候会 当弟兄姐妹要犯错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爱心说诚实话 真的 当弟兄姐妹有过犯的时候 我们应该爱心说诚实话 可是如果你说诚实话的话 也有可能会被人家这样讲 你自己眼中有凉目 你为什么说到处去指出别人弟兄眼中有刺呢 可是到底是要爱心说诚实话呢 还是说我们要不能去批评别人 可不可以批评别人 教会里常常有的时候 变成一个比较伪装的一个地方 大家比较伪善 大家就好像 尤其这个牧师刚刚讲过这种的话 你不要去看 只要到处指出人家弟兄眼中有刺 那就突然变得比较伪装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例子 有一次啊 这很好笑很丢脸的例子 有一次真的是我去教会 教会出来以后 快要上车之前才发现我的拉链是没有拉的 那我在里面 有没有人看见呢 我想肯定有 但没有人告诉我 那真的是一个好事吗 如果对方有这些问题 比如说有的姐妹她买了衣服 她那个吊牌没拆 就这样有没有 搬到后面去了 她一路走一路走都这样 然后就没有人告诉她 就是我们不要去指出人家的错误嘛 是不是 真的不是 其实这句话就像我上次所讲的 重点是说 你要能够先去看到自己眼中的凉目 把自己眼中凉目除去 你能够除去自己眼中的凉目 那你才知道 这个眼中凉目除去的是痛苦是怎么样 怎么样才会比较容易一点 你要能够有自己的这个经历 然后你也把自己的问题改善了 你才能够去帮助你的弟兄除去眼中的刺 是大家要除去的 最后还是要除去的 你不能说就不除去 因为我不讲 我都不要讲 也不要帮忙 视而不见 这个弟兄毛病明明很坏 脾气明明很坏 大家都不跟他讲 这样好不好呢 这样不好 非常的不好 大家在教会里 你顶着刺我顶着凉目 大家走来走去 都没有人指出来 因为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要去讲 不是的 耶稣基督没有叫你不要去讲 不要去帮助人家除掉刺 耶稣基督叫你的是说 你先把自己眼中的凉目除掉了 然后再去帮助你弟兄除去眼中的刺 你要的 要除掉的 要除去的 大家不要顶着这些东西 带着刺带的凉目在里头走来走去 丝毫不想改变 这个真的不是主的意思 真的不是主的意思 我们这些东西还是要除去的 只是你要先从自身上思考 自身上有没有 甚至说你请人家帮助你 所以有的时候爱心说诚实话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问题 我自己看不到 可是当人家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 你不要动怒 因为你要知道那里面是有爱心的 他说的诚实话是有爱心的 是对你有帮助的 你可以除掉你眼中的凉目 或者是眼中的词 所以这个就才是这个的重点 好冷啊 好冷啊 开始冷起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讲 43节 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 也没有坏树结毫果子 凡树不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 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 也不是从吉利摘葡萄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好 这个主在这里讲到善恶的问题 善恶 人里面的善恶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善恶不是讲的就是说行为 行为上的善恶 主所说的是生命里的善恶 你的生命里有善 生命里有恶 那就会表现在你的行为上面 就会说出来 就会做出来 主讲这个话讲的是这个意思 你可不可以伪善呢 可以啊 很多人很会伪善 因为教会里真的很多人很可以伪善 那最容易伪善的地方就是说我要装个表象 主日的时候大家穿着漂亮的衣服 带着漂亮的圣巾 然后呢 坐在这个会堂里面一副很虔诚的样子 好在坐在这边唱诗歌的时候种种的感动 这些都是很容易装的 这些都是很容易装的 但是 但是 如果说我们要祷告会 祷告会去的人少嘛 对不对 又不是好像很多弟兄姐妹都看到 祷告会往往都是说教会里的长老 牧者在那边比较严肃 那你去就当小弟弟 他就不想来了 祷告会 第一个是祷告会 第二个是说 我们要招人要侍奉 要牌桌椅 要出苦力 要奉献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看出这些人的善恶出来 这当然 有没有人能够在祷告会也伪装呢 能够在侍奉的时候也伪装 能够在这个奉献的时候也伪装 可能也有 可能有 但是越来越难 这越来越少 大部分人就是在最浅的地方 就表现出来 爱表现 他伪装 可是他真正到圣一层里 你就马上就知道他其实不是 他心里不是友善 他心里存的结束就是恶 好大了 秒叫声好大 他很开心今天 可惜今天还是有点冷 今天照说 这个 我现在穿的已经有点不太够了 嗯 只讲了40分钟而已 那树的生命是在哪里呢 好 我们主耶稣基督讲树 那我要讲树 树的生命是在哪里呢 树的生命在树干里吗 还是在树枝上 还是树叶里 还是在果子里 好 其实 主讲这个话的意思 他不是说树的生命不是在树干上 或是不是在根里面 其实树的生命是在全部每一个地方 全部每一个地方 树根里有没有树的生命 有 树枝里有没有树的生命 有 你把它树枝切下来 找个地方一插枝就可以长出新的树出来 所以它里面有树的生命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看树根树干 树干 每个这个树干 那个树干 两棵树 苹果跟橘子树 树干 只看树干的时候差不了太多 我们这个眼拙的人 也许有些这个专门做果农的 他们可以分出来 但我们分不出来 所以我们分不太出来 但是叶子都有时候不好分 但是一旦开结果子了 就很容易分出来了 所以这个树的果子是它一个表现的部分 能够表现出来的 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有问题 那我们只能假装一时 分不太出来 你同样的时候 树干跟树干的时候还看不出来 但是慢慢的 我们的生命的问题 最后一定会显现出来 我们生命真的是善还是恶 是一定会显现出来的 不会说说永远都显现不出来 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善恶 我们的主不用看我们 等到我们结果子 就知道我们的善恶 我们的主就好像是那个老农夫了 他就看到根 看到树 甚至看树叶子 就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但是在世人面前 可能有的时候要等到我们结的果子 人才知道 但是这个是不能隐瞒的 像树的品种是不能隐瞒 人的善恶 一样是不能隐瞒 一定会显出来的 一定会显出来的 所以我们讲到善 到底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其实神有指示我们 你知道吗 神真的有指示我们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我们跟你讲 我们讲一下这个 两段经文 我们用两段经文 来解释一下这个善跟恶 弥加书的六章八节 弥加书六章八节 他说 世人哪 耶和华一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所以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这里面哪一项最重要呢 我想是与你的神同行 最重要 但是其他的行出来 行公义 行出来好怜悯 这都也是 一项是一个果子 你的根呢 你的根就是与你的神同行 那我们再来看 雅各书四章十七节 雅各书四章十七节 他讲一句就是 什么是恶 什么是他的罪 他说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 甚至说我们 知道要去行善 但是却不行 那你表现出来 那就是你的罪 那什么样的人有罪 我们为什么常常 你看你知道善 却不去行 你知道应该要爱心奉献的时候 却不去奉献 为什么 为什么 第一个我们讲过 我们还不知道来世的权能 我们不知道我们跟这个弟兄姐妹在来世的关系 这是一个 第二个当神有给你感动的时候 比如说我刚刚前面讲 感动你去捐一千块 最后你捐一百块 为什么 你里面有一个会抵抗的灵 你常常是不能顺从 我们常常是不能顺从 做事情 神给你感动 最后呢 以你自己的意志为决定 而不是以神的感动为决定 甚至说圣经也讲了很明显的告诉你 这些事是善是恶 你知道善却不去行 那就是有罪 很简单 那真的是有罪了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善恶 所以主在这个讲到的最后 也就讲到这个问题 他怎么讲呢 他在四十六节的时候说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凡到我这里来 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我要告诉你们 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的挖地基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 水冲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摇动 因为根基地在磐石上 我有听见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水一冲 水一击倒塌了 而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主讲到根基 我们在教会里有一种讲法 我的根基磐石是耶稣基督 我只要将我的根基地在磐石上 我就安稳了 可是主在这里却告诉我们 不是说你主 你只要是耶稣基督 你就是磐石就安稳了 主说了 在这里说 你听到我的话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 主我绝不遵我的话去行 两个人同样听到主的话 那你说他们两个人都是听主的话 那他们两个人 就是通通都是将根基地在磐石上吗 没有 没有 主还说你还是要去行 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 这个根基就像立在磐石上 但是你听了我的话 如果不去行的话 那你还是立在沙土上 所以这个真的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不能去听 我们听的话却不去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们里面有自己的主张 因为我们想要自己做主 所以虽然说你听了耶稣基督的话 你却没有把这个根打在磐石上 你里面有一个顺从 你听了耶稣基督的话 你真的去行了 那你的根基就才真正的稳固 才真正的打在这个磐石上 否则你好像建造的时候 我是听按照这个耶稣基督 给我的蓝图建造的啊 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也做啦 我们也去教会啊 我们也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你的根基就是没有砸毁 因为你只做那些表面的装饰的功夫 一个房子上面盖的好看 是不是可以 给人家看起来就很赏心悦目 这个房子很漂亮 可是对于那些foundation的东西 你是看不到的 你为了表现给人家看 你急急忙忙想要把它建造起来 想要建造出很好看的 那你就建造了 结果你就真的就看 人家是看不到的地方 你就偷工减料 沙土容易做啊 不用磐石很难弄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该做的地方 没有好好的把它做出来 那这样来大水一来的时候 你碰到困难 你碰到这个不容易行的 你碰到主说你要奉献这个爱心一千块 可是我有困难啊 我要 我有房贷 车贷 你各种困难一起涌上来 最后你就拿出一百块 看起来也是往奉献袋里塞个东西 看不得并不清楚 但这个就是 这个主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就是这样 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根基稳固了 你不是只有做表面的功夫 把上面的房子 窗户啊 门窗啊 窗明激进 隔间都很漂亮 但是底下没有这个地基 没有地基碰到困难的时候 这个都没有用 就坍塌了 就坍得很大 你上面的乌瓦啦 什么漂漂亮的做琉璃瓦啦 多好看的门窗 通通没有用 大水一冲全部就垮掉 但是如果你是做的是真正的 你真正听了主的道就去行了 那你就在这个磐石上打了根基 磐石上打了根基就真的不会动摇 大水来冲也冲不到 你有真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 不是说只是一个假装好看而已 所以呢 我们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而行道才是真正的忠实于道的表现 我们要行道 不是说只是听听而已 不是说嘴上说我信我信 你信但是没有行出来 那个就是说你做的装饰的功夫很够 你在人前表示狠信 但是真正到关键的地方 你却偷工减料 你却没有行把道行出来 这样的话就会 大水一冲就会倒塌 各位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天气有点太冷 我们现在转过来看一下 哇 大家虽然看不到呢 这一面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 但是另外一面呢就已经不同了 另外一面那个 各位可以看已经可以开始看到 现在大雾真的已经侵蚀到我们这边来了 原来的山现在怎么样都看不着了 是不是 那个地方本来就是有一座山的 现在山已经海边的冷雾全部都过来 这个雾相当冷 我现在已经被冻的发抖了 那时间其实还可能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今天讲道就到这边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登会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赞美主 荣耀送赞都是归给你的 阿们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那么我们下周再见咯 愿上帝赐福于你们 我也要赶快下山了 那在节目最后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周围美丽的景色 下周再见咯 veel准备 参照 不小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